南投市民泉街与大同街口的大排水沟 常年寓雨避淹 地方居民陈隆青 代表受害的居民 向县议员赖宴雪晨勤 他表示 自从实施管线地下化之后 这条大排水沟就堆积太多管线 致使排水断面缩小 逢雨避淹 赖宴雪议员表示 民泉街与大同街口的大排水沟 寓雨就淹水 而当地受到淹水之苦的户数很多 为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有待找出问题来克服并解决 我们的三号大牌 跟这个地公寺这个地方 这个接口 我们的牌水龙没得到出去 地狱到大核的时候 我们的台东家这 淹火的核素 都说是非常严重 我们的基因也很烦恼 它的财产安全的问题 所以今天特别 跟我们的这个丁真者 在我们的这个市民路口来看 这就是我们的交通要到 我们南岛市的民室 这个十字路口 非常的 车量非常的多 如果是淹水的时候 也影响到我们交通的不便 资产安全的蓄势 没法再加到保障 所以淹水今天特别来看 这个下水道 以及我们排水沟的问题 我们希望要趕快来克服 县议员赖宴雪 日前与县府及公所相关单位人员 实地会看后 表达住户们三项诉求 希望能厘清淹水问题 找到方法彻底解决 那么第一个重点 燕雪是希望说 县政府能够定期的清理 我们的排水沟 第二个我们下水道的一个 排水系统在实测当中 我们的航管的一个 排水量的航管 是不是不够大 以至于我们的水道灌 没办法排出去 第三个我们希望说 管线的埋涉能够统一 以免管线掉到这个下水沟 影响到我们排水的一个出水量 所以燕雪希望说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地来克服 这条大排水沟 数十年来就寓雨必淹 民众怨言不断 县议员赖燕雪 并在本届第七次定期会上 要求相关单位尽速处理 不再让民众遭受淹水之苦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